涛子和蜜终于结束了老挝探亲之旅 临走的时候岳父岳母带着 一家人把小两口送到高铁站 蜜流着泪水依依不舍拥抱着父母 父亲叮嘱蜜 涛子对我们一家人很好 你回去要好好对待他 两边都是家要好好的照顾 好好努力早点买房和车 父母对儿女的爱是世界上最无私的 他们总是希望孩子们过得好 带着父母的期望 蜜和涛子回到了中国西双版纳摩罕口岸 他们在这里住了下来 等待着老挝大舅哥和大舅嫂把护照办下来 然后带着他们一起回陕西老家 在涛子表哥的帮助下 大舅哥和大舅嫂的护照终于办好了 因为大舅哥和大舅嫂没有出过远门 涛子不放心又重新回到老挝 把他们接到中国 蜜和哥哥嫂子重逢了兄妹三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他们顺利地回到了陕西老家 大舅哥小两口来中国的时候 因为赶时间没有回家拿衣服就穿着随身衣服 一双拖鞋一把一伞来到中国 涛子带他们去县城买了运动鞋 他们穿上人生第一双中国鞋感觉很舒服 涛子仍好心善 大家称她是中国扶贫好女婿 这趟探亲之旅花费真不小 涛子和蜜去老挝探亲 为了报答岳父岳母远嫁女儿的恩情 为了改善岳父岳母家里的条件 她给岳父家添置很多的大件东西 重要的是还帮助大舅哥玩了婚 涛子给岳父岳母帮了大忙 岳父岳母很感动 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因为一份信任 让中国女婿给予了他们这么大的后报 女儿和女婿回中国 还要把刚结婚的儿子和媳妇带到中国开阔眼界 看一看中国的发展 体验了一下中国的繁华 涛子对岳父岳母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 想方设法改变他们的贫困生活 从他付出的种种努力 就看得出涛子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男人 树立了老窝中国好女婿的良好形象 老窝大舅哥大舅嫂的签证 在表哥的帮助下终于办好了 由于大舅哥没有出过国 涛子怕岳父岳母担心 就去老窝万象接他们 涛子带着他们顺利抵达中国 兄妹三人开心拥抱在一起 初次来到中国 大舅嫂有点紧张 大舅哥很开心 涛子对蜜说 今天过关的时候 有很多老窝人也来中国 但是他们拿的是编民证 只能在西双版纳这边用 他们看到哥哥和嫂子的护照后 特别的羡慕 因为老窝人一般很少有护照的 有护照的都是来中国旅游的 持编民证的可能是来这边干活的 你心疼地感谢着涛子 涛子认为自己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老窝大舅哥大舅嫂来中国的第一天 对中国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好奇 他们从魔航火车站乘坐高铁 大舅哥和大舅嫂第一次坐中国高铁 车厢又宽又大坐着很舒服 他们来中国经历了很多次第一次 第一次坐飞机 第一次坐高铁 后边还有很多的第一次等待他们去体验 到了西双版纳 他们还要等几个小时 才能坐飞机回陕西 涛子带着他们来到了大福寺 在这里欢声笑语伴着水花四溅 他们感受到了西双版纳泼水节的快乐 这些美丽的歹族小骨少顽皮 把水淋在他们身上 这是幸运吉祥之水 被泼得越多 心里越是开心快乐 蜜和哥哥嫂子都被水淋湿了 涛子也没有躲过去 泼水节很好玩 也是最吉祥的日子 大舅哥和大舅嫂又胜水洗了脸 泼了脚 祈福平安喜乐 大舅哥和大舅嫂还和孔雀合影留念 小两口在景区里面就向刘姥姥敬大官员 看什么都是新奇的 终于到家了 这一路虽然辛苦劳累 但是中老家庭大团聚还是很开心的 涛子家五个老窝人 六个中国人 一家人其乐融融 杨玛丽和老窝丈母娘看到他们非常的开心 涛子给大舅哥和大舅嫂安排好房间 让他们休息 虽然是陕西大炕 也比睡在地下舒服 然后带着他们去县城 给两个人买了民族品牌的运动鞋 大舅哥和大舅嫂第一次穿中国鞋 感觉很舒服 涛子还买了他们从未吃过的草莓和各种好吃的 看到大舅嫂因为怀孕 没有吃东西 涛子和蜜去超市买东西 大舅哥和大舅嫂很吃惊 中国超市干净整洁 货物齐全 涛子买了满满的一车各种水果和肉 回家做给大舅嫂吃 涛子这次带他们来中国想让他们长长见识的同时 也能给大舅哥一些收入 善良的网友们建议大舅哥最好学个手艺 回去开个店 这个建议不错 只是时间太短 涛子还要忙于别的工作 大舅哥现在只能跟着涛子帮帮忙干点体力活 涛子这趟老窝之行 花费不小回到中国好好努力工作 带领娘家人一起共同致富 老窝人一双拖鞋走天下 没有贫富贵贱 他们不论男女不分场合 所以穿拖鞋成了老窝的文化名片